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双打的配合及一些双打的战术 在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 简单地介绍了一些双打的基本技术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打的配合 双打的配合主要有 站位和轮转 站位基本上是一种固定的站位 其中包括发球站位 接发球站位和进攻的站位 以及反手的站位 下面请大家看一下示范 双打发球时 站位是一前一后 后面的人和前面的人稍微错开一些 这样有利于接第三排 接发球时 两人各站半场 做好接发球的准备 进攻市 要前后站位 后场的人杀掉 往前的人举拍封网 接发球时 防守时要分两边平行站位 中路的球由成小对角的人接或正手人接 中路的球由成小对角的人接近 双打配合当中的轮转 也就是说位置的轮转 谁在前谁在后 相对来讲每一队双打的配对都有自己一定的这个模式 那么总的来说 双打的转位有以下这些方法 双方的轮位可以从左向右轮转 也可以从右向左轮转 主要是看两个人的习惯而定 双打的轮转 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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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